回到家呢 这个晚餐时间呢也快到了哈 今晚呢就简单单的 用一道这个小炒鸡来试试 材料呢非常的简单哈 买了这个是鸡翅根 然后呢 青红辣椒哈 还有姜片虫段 好了马上开始制作 首先呢老规矩哈 鸡肉冷水下锅 加入这个七星三宝 要是你们买了这个是新鲜鸡啊 这个步骤呢就可以省略了 因为这个是经过冷冻的哈 还是呢将里面的血水擦一炒水 炒出来比较好 所以烧开之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浮沫全部给它打掉哈 然后呢继续让它煮8到10分钟 随后呢我们将这个翅根哈 洗干净放置一旁备用 接下来呢我们就烧热一口锅哈 然后往里面呢加入多一点油 炒这个鸡肉哈 食用油呢可以稍微多加一点 这样炒出来更香 油烧热下鸡肉 随后加入少许老抽 最后炒三色之后呢我们就加入这个葱姜哈 爆香 刚才忘了介绍还有这个白纸哈 多少有点不尊重了 这个小炒鸡加了白纸之后呢 香味特别的不一样 特别的香 好了开始调味哈 来点盐 来少许糖 来小炒十三香 约三勺酱油 再加上一大勺这个米酒 然后继续大火 翻炒爆炒 大火爆炒约五分钟之后呢 这个汁啊就熟的差不多了哈 然后呢将这个辣椒加进去 爆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农家小炒鸡非常的下饭非常的下酒 哇塞 这一杯呢是像那个白纸哈 表示歉意 刚才呢忘了介绍了 多少有点不尊重 必须自罚一杯 晚餐就不吃那个主食了哈 吃那个炒 还有这个小炒鸡肉就可以了 先尝一尝这个鸡肉的鲜蛋 特别的香 这白纸特别香啊 特别的酷酥特别的容易 其实啊炒这种鸡啊 下白纸 那个什么小茴香 炒鸡肉呢真的特别香了 你们给试试看 还有特色 看这个色泽油亮油亮的 多么的诱人 炒鸡肉哈 那个使用油呢 用适量的多加一点 炒出来呢 颜色又好看 味道又好 等点肉吃点炒 再来一口小酒 真美 喝完这个就不喝了 晚上呢还有点工作 其实这个小炒鸡哈 说呢也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在家呢 应该都会做 只是在那个香料方面 哈 有可能会有些些不一样 有的人呢想放 花椒啊 桂皮啊香 而我呢 这次呢就尝试用这个白纸 其实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小茴香 那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录到这里为止哈 有喜欢我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赞 关注 留言分享好不好 咱们别人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